阿基斯他的外遇風波引來外界一陣批評 但是也有人出來力挺 這是自己也曾經深陷外遇風暴 而退出演藝圈的苦林 他說他很敬重阿基斯 因為他為社會帶來了正面的能量 也希望各界不要因為這件事情 就全面否定他的貢獻 老實講再出來上媒體 我還是怕怕的 也有一點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12年前苦林因為深陷外遇事件 而淡出演藝圈 坦言身為兩性專家 卻陷入婚外情風暴 讓他至今面對媒體 還是很害怕 上很多節目都很緊張 我整夜睡不著想說要講什麼 到時候講出來又跟原來想的不一樣 不過隨著風頭過去 苦林已經悄悄復出 在節目上分享 他當森林解說員的經驗 還是頭頭是道 我的遊客走那個步道的時候 他就問說 那如果我調下去怎麼辦 我說你調下去往右邊看 為什麼 因為右邊風景比較好 好巧不巧 苦林重回演藝圈上的節目之一 還有阿基師的型男大主廚 或許是曾經有相同經驗 而產生的同理心 讓苦林力挺阿基師 苦林說我很尊敬他 因為很多社會上不平的事 與他無關 他卻願意勇敢出來說真話 每件事都有很多面 大家看到也只是表象 不能因此否定 他對於社會正面的力量 一個就是他裡面現在外面 已經開始受熱到裡面去 裡面的這個生的部分 開始釋放他的湯汁出來 而阿基師主持搭檔詹姆士 也曾經因為外遇 導致深愛他的演員太太 戴自華嫉妒瀕臨崩潰 不過回歸婚姻後 事業逐漸回穩 不管是阿基師的夥伴 還是曾經上過阿基師節目的來賓 都曾捲入桃色風波 這次還因為阿基師上摩鐵 再度成為討論話題 記者李英偉 黃欣怡採訪報導